我在整理我的线材 就是这些DMC的蕾丝线 然后这里 还有这里 就很乱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收纳盒 然后在网上买的这个 有点太浅了 就我把它这样叠起来放 我觉得很浪费空间 所以 我就一定要自己来做一个收纳盒 我准备这样隔 就是这里的长度一共是29公分 所以我准备把它隔成11、11和7 收纳隔的高度准备做8公分 这样上面可以留一些余地 储存空间会更加大一点 这是布料的图纸 根据刚刚采好的尺寸 我刚刚这里是16.5 我把它又缩了0.5公分 所以这里长度是16 然后11我也缩了0.5 这里就是10.5 接着所有这4个角的高度全都是8 然后同理 这边就是从10.5改成7 这就是两个纸型 今天准备用这两个颜色的布 现在礼布和表布都已经裁好了 接下来要进行缝合 缝合的话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翻到正面 然后呢把这个边 因为所有的边都是8公分 所以就是把边折起来 然后在这里把它缝合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 在这里把它缝合 它就会变成一个方形 这个是四条边 采完之后的样子 然后这是礼布 这个是表布 把表布翻到正面 翻到正面之后 把刚刚这条边这里的 这个一厘米的缝分 往内折 就沿着铺棉的边缝折就可以了 这样把它折进去 然后用熨斗 把它熨平整 礼布也是一样的 礼布顺着这条痕迹 一厘米的缝缝的痕迹 然后这样折进去 用熨斗把它熨平 熨好了 如果你没有熨斗的话 你就拿尺或者是笔 这样去刮 把布料刮出一条 很明显的印子 也是可以的 现在这个是礼布的正面 我们把正面这样直接套进去 套进去之后呢 这里面有一条这样的缝缝 然后外面也有一条这样的缝缝 一共有四边有四个 用夹子 把这四条缝 全都对齐 对齐完了之后 可以把边缘的这些布料 也用夹子 对好 对好之后用夹子固定 然后再把这一圈 就沿着这个边缘 车缝0.5以内吧 0.1到0.5公分都可以 修剪线头 最后把这一圈边缘 和这四个 边去熨烫平整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动动小手 让更多小伙伴看到 以实际行动支持我 我们下期再见